Hello大家好,我是李飞白,昨晚A组的比赛迎来一场血战 Hero久经被XYG零封,五位三局比赛一个人头都没有拿到,赛后久着面色铁青 真的是生气了,这场比赛Hero几个人的配合确实稀烂 第一局选孙策打边路,结果打不出连续的控制 第二局东皇家干将,配合同样难看,队员总是不齐,一直有人脱节 第三局的关羽被花木兰和云云拿捏的死死的,根本跑不起来 三场比赛都是从头压到尾,根本喘不过气 五位这三场比赛,一个人头都没有拿到,加起来都是0-11了 甚至可以称得上吃路之战,如果按照以前九折的脾气 五位恐怕当场就会被换下去 被零封后可以看到,九折的表情真的很凝重,绝对在压抑心中的怒火 赛后复盘恐怕会是一场狂风暴雨,Fero自从进入第三阶段,状态就下滑不少 有可能是选手有点飘,毕竟一路赢到这个位置 选手多少会有成就感 可他们如今的成绩距离九折的目标还差得远 只能说要保持平常心继续奋斗 反观XYG在第三轮表现很出色 状态在不断混乱,第三轮他们五场全胜 爷爷组第一的身份进入季后赛 比一二轮的时候好多了,或许在季后赛会有更多的期待 小伙伴们如何看待Hero被零封呢?